Ultra Boost 21 已經上市了 你知道它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嗎? 哈囉大家 我是哲哩哲鑫 今天這一集要來跟大家介紹 Adidas 最新推出的 Boost 21 的最新跑鞋 那這雙鞋有什麼特點呢? 就在這支影片讓我來一一告訴大家吧 好 首先呢 這雙 Boost 21 大家如果有知道這雙鞋 應該在近年來是大家蠻深受大家喜愛的一個鞋款 而且它不單單只是在跑步領域有很多人穿著 其實在休閒穿搭 它也非常佔有一席質地 因為很多人會習慣穿著 Ultra Boost 這個鞋款 然後在平常去做一些生活 或者是一些平常做一些特殊穿搭的話 會拿來做搭配 為什麼呢? 因為重點是它的中底有非常大一層的這個 Boost 的大底 所以它的穿起來的這個腳桿 其實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你在走路當中啊 都是呈現一個非常的這個緩震很舒服的狀態 是喔 我以為是反那個晚上深夜不會被車撞 反光的話也有一點關係啦 你可以看一下我現在全身 不管是線條還是Logo 全身都佈滿了這個好不好 螢光的這個元素 但重點不是這個啦 這只是這次特殊推出的色系 那就讓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的鞋款在哪一些地方上 有一些特殊的改良吧 好 首先我們看到它的鞋面部分 除了剛剛有講到這個螢光色很像這個反光條之外 那重點是啊 它的這個鞋面 是運用了一個叫做 Pre-knit 的一個技術 所以它的材質啊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環保的狀態 因為它是回收海洋這些垃圾再生的這個材質 在鞋面的這整個包覆啊 在我穿著實際跑了幾次之後 我覺得它的包覆性的腳感啊 跟上一代的這個 Ultraboost 20 真的是有提升非常的不少 但我會拿兩雙鞋跟簡單比較給大家看一下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中底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 非常非常的厚 而且在正面看起來 除了上面 在前腳掌這邊變得很寬之外 後腳跟也多了一個很大塊的屁股 它這次啊 在boost的大體當中 已經增量了大約6%的這個boost材質 所以在整個中底踩踏的這個感受啊 你會覺得更Q彈更吸震 所以在跑步的當下 甚至你平常在走路的穿著 在我連續這樣穿了大概三五天 接近一個禮拜的情況下 整體的腳感可以說真的是非常舒服 因為你感覺就踩在一個很像很舒服很軟的枕頭上 然後它就可以很好地給你一個避震的效果 而且它前面這邊也有加寬 所以你在整個真的在跑步的當下 你會覺得前腳掌落地的這個感覺啊 會是更加的穩定 所以在boost的大體這邊 在6%的情況下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感 那可以仔細看一下 它的後跟跟前跟 兩個高低差大約來到了10mm 所以後跟差大概有3公分 前跟差大約有2公分 所以兩個大約相差了1公分的情況下 會讓你在跑步向前進的這個動作啊 會有更明顯的感覺是 後腳比較高前腳比較低 會一直往前推進這樣的感受 接下來轉到鞋底 已經穿過了所以有點髒 但是可以看到鞋底的中間這一塊黃色的啊 它其實非常非常的厲害喔 平常一樣是搭配馬牌的輪胎大底之外啊 它特別在中間這邊 加入了一個叫做Liner Energy Push的這個系統 那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就是 它是一個塑膠材質的一個推進板 所以你的這個板子啊在你跑步的當下 以前的ultra boost都可以凹得很彎 但現在其實沒有辦法凹得很彎 因為它這個推進板會在你腳落地的這個當下 你放開它就會有一個往前彈跳 把你往前推進的這個感覺 所以它不是碳纖維所以 售價會比較便宜喔 對售價相對來講是比碳纖維的鞋款還便宜一點 這個鞋底啊它會比較適合就是你在平常可能不是非常要衝很快 然後很追求成績 你比較想要跑舒適的話 我覺得這個鞋款更適合這樣的跑者 那在這一代最大的改進啊 其實在鞋子這個鞋套設計跟上一代也非常不一樣 上一代啊其實是一個 怎麼上一代講了就有 上一代其實是一個比較就是完全是一體式的設計 所以它這個啊沒有這麼像鞋套 那穿起來的感覺啊 跟這一代直接把它改成鞋套款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喔有明顯的不一樣 那穿起來的感受啊 鞋套款的這次21代的設計啊 它穿起來真的還是可以比較服貼在你的腳上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它這個包覆性的效果啊 就可以更加的提升 那剛剛也有講到啊 後腳跟這邊它也多了一個就是固定腳跟的地方 所以它雖然是鞋套設計 你感覺它比較服貼比較軟 但它多了這個竹跟的支撐 它可以很好的把你竹跟咬在這個地方 你就不會在落腳的時候覺得非常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整體來講啊 它是一個進化不少的鞋款 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它跟上一代到底有哪些落差吧 好我們來比較一下 它跟上一代的Ultra Boost 20有什麼最大的差別吧 首先我們看到鞋面的部分 使用這個Primknit的編織技術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的編織其實是 跟上一代相較起來 更為就是 就是整密一點 看到這一代啊 它在這個Primknit的這個鞋面設計啊 它這個黃色這一圈 感覺像是什麼螢光標誌 但其實它是有一個比較加厚的感覺 你會覺得你想要往上 其實是有點難 因為你一直被壓住 所以它這次的編織布面其實是 相較於上一代來講 我覺得它是更為緊實 然後包覆效果也更好 這是在鞋面第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啊可以看到 在這個鞋帶的設計 上一代其實鞋帶是每一條分開的 那中間還是有空洞 那這一代其實就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覺得就這樣小小的改變 其實在穿起來的當下 你會覺得這個包覆效果 這一代全部變成一整排的這樣的情況 整合在同一個線當中 我覺得它穿起來的包覆效果是更為扎實 因為你在鞋帶綁緊之後 你可以很明顯感受到這樣被包在裡面 那你的腳背被完整這樣保住之後 其實它的穩定效果是更好的 但在上一代啊 它中間還是會有一些小落差 所以你有時候是一二三 然後就是分開來 有時候可能下面好一點上面好一點 它就沒有這麼一整塊拉進來的感覺 那前一代一樣是搭著這個馬牌大底 但它沒有這個推進板 所以可以看到它整個腳桿是非常軟的 所以我覺得它整個走路啊 真的是很舒適啦 但是你真的要跑步就比較小可惜 因為你這個力量會感覺被吸收掉 但沒有太多的往前推的這個感覺 但可以看到這一代啊 它往前裡面加了這個Liner Energy Push的這個推進板 所以它在凹起來其實是很難凹的 然後你在著地這個落腳之後 你就會感覺你的力量撐下來 然後放掉 還有一個往前推進的效果 所以這個推進板啊 在今年的這一代把它加入 我覺得是滿有感的提升啊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推薦介紹一下 如果你想要選擇愛迪達一雙跑鞋 但不知道該怎麼選擇鞋的話 今天我帶了幾雙跑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可以怎麼樣的挑選喔 好來 幾百幾百給我這個 來看一下我們是直播平台 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你在鞋款當中 會怎麼樣推薦給從出街到很進街的跑者 有不一樣的選擇 那我們我已經把它按照順序擺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平常啊 比較是偶爾跑步 但平常以走路或休閒穿搭上班為主的話 我比較推薦啊 你可以選擇就是Ultra Boost的系列 因為在Ultra Boost的系列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不管是上一代還是這一代 都會相比其他鞋款啊 它的厚度就是增加很多 所以穿起來的舒適性跟平常走路啊 真的是非常的Q彈有感覺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平常是偶爾跑步 以走路為主的話 就選Ultra Boost 絕對沒錯 那接下來如果你是一個禮拜啊 可能偶爾至少會跑一次 然後一個月至少三到四次以上的運動習慣 那我建議啊 你可以從這個Boster 9系列以上開始選 因為Boster 9啊 可以看到它後面的竹根 就已經不是全部都是Boost的大底 它還加入這個Light Strag這個中底 所以穿起來的材質腳感 就會比這個完全Ultra Boost 全部都是Boost這個系列的鞋底來講 更加的有推進性一點 不會感覺這麼軟 那你的速度啊力量都不會這麼多被吸收掉 所以如果你是平常一個禮拜至少一次運動習慣 可以選Boster 9以上的鞋款 那如果你是接下來更進階 你平常跑滿多 可能是以半碼或全碼賽斯距離為目標 甚至你常做一些間歇性的刻表 那你就可以選擇像ADZ Road Pro這個鞋款以上 因為從這個鞋款以上 就開始在鞋底中間有加入碳纖維板 那它的鞋底也跟前幾款很不一樣 它大部分採用的是Light Strag大底 只有在腳跟落腳的地方 可能有些人會用足跟落地加入一些Boost的中底 那你在吸震的效果會腳跟狀況比較好 但前面你就會有很好的推進效果 因為這雙中間就有一個很紮實很堅硬的碳纖維板 可以推進前進 那如果你是一個禮拜至少兩到三次以上的跑者 就會建議你可以選擇像ADZ Road Pro這樣的鞋款 最後一款也就是我們的王者啦 如果你是在接下來預計想要去參加一些半碼全碼賽事 而且想要破你的最佳成績 那就建議你一定要選ADZ Road Pro這一款 就是全部都是Light Strag大底之外 中間也加入了這個五指推進效果這個黑科技 那如果還沒看過開箱的話 可以點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之前開箱的詳細介紹 這邊才對 那這款除了看起來很厚實之外 但它的重量這款真的是差很多 這個是非常非常輕 而且重點是它的推進效果很好 落地或是推進感受都非常好 那你也可以看到 那你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比較進階跟比較初階的 這個不同鞋款的設計來講 它的鞋面也會很不一樣 那編織布面這個就是完全很緊實 幾乎沒有空間 那如果是比較入門 偶爾是休閒穿搭為主的話 它就會選擇是比較 腳是舒適感為主 透氣性或各方面都會來得比 真的進階鞋款還要有很大的空間 讓你腳可以在中間去挪動 所以這也是鞋款當中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就去試一下這個鞋款吧 感受一下 上坡推進 好,我們已經實際跑完了一段時間了 那剛剛跑起來的感覺啊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的平路的表現啊 因為今天的實測地點都是柏油路 但其實我已經有跑過田徑場 那在跑柏油路的感受啊 你可以路感非常明顯的感覺 就是它的抓地力其實是非常好 因為它是用馬牌大底 所以你在跑的當下 你會覺得每一步踩下去都很紮實 那我覺得這一次增加這個6%的布斯特大底 是非常有感的 因為你在踩下去的時候 你會很感覺明顯的你的衝擊啊 各方面來講 你都會覺得 踩下去其實沒有很大感覺 是跟路感有很大的撞擊的感覺 因為它這個布斯特大底 我覺得分擔到不小的壓力 但也因為這樣 小小可惜的地方啊 就是因為這樣的布斯特大底 所以你在速度想要跑很快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點點感覺 就是速度有點消失的 但也還好 還有加入這個推進板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在往前跑的這個當下 你都會感覺很明顯的 就是推進板有幫你往前推進的這個感覺 那在跑上坡下坡啊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地方 會是在下坡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厚竹根的地方 有增量到接近3公分的這個中底厚度 所以其實它在下坡的時候 很明顯可以感覺到 它的這個緩震能力是非常好的 你下坡不太會感覺 膝蓋有很明顯的衝擊的感覺 那在上坡的時候啊 就是它下面有 跟上面有一些竹根差的設計 所以你在上坡的時候 不太會感覺很拖 但是下坡會比較明顯感覺 是緩震能力非常好 所以總結 如果這雙鞋我要推薦給什麼樣適合的跑者呢 我會建議啊 如果你是一個禮拜 可能只跑一到兩次的跑者 那或許這雙鞋可以適合推薦你在平常 日常使用 加上偶爾運動來做一個選擇 那如果你是平常減量很大的跑者 我覺得這雙鞋你也可以買 你可以買它 把它拿來走路當作平常穿搭 它也是非常好看 有設計款的一個鞋款 那甚至你偶爾要跑步 我覺得它在跑一些比較輕鬆的客表 也都是非常勝任的 甚至你在偶爾要衝刺的狀況 這個推進板也能幫助你不少喔 那這雙鞋的足弓啊 我個人是比較屬於低足弓的這款 所以我自己在穿搭起來的時候 應該不是說穿搭 我自己在穿起來的感受啊 還是可以明顯感覺到 就是在足弓的地方 會有一個感覺稍微被支撐的效果 所以在有低足弓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感覺是蠻明顯的 當然啦 如果你是中高足弓的跑者啊 你還是要實際去試穿體驗之後 看一下這雙鞋在足弓這樣稍微支撐的效果 會不會對你來講會造成一些不適 但我個人覺得它穿起來 應該不會有不適的感受啊 因為它這個支撐不是非常明顯的感覺 一直頂著的感覺 但它在跑不動當中 又可以給你一個很好的穩固效果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到現場去試穿體驗喔 好啦,我是你的江楊,各位 今天的Ultra Boost 21開箱系列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掰掰 字封信的影片 我們會做一次的一個資金 chef